歡迎大家看這個東岸生活志 我是說說這個加拿大東岸 即是我在Halifax, Nova Scotia 我不是只說在這裡住的生活 但普遍在加拿大來說 我都會講一下這裡和這裡的新聞 希望大家贊助一下 like也好,share也好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給一個super thanks 也十分感激 好了,這幾天我可以說 新聞很多 最多人說的 如果是關於加拿大 當然是收緊了 這個國際學生的人數 這個我在前幾個影片都說 那個移民部長就說 是會看每一個省的人口來定 我真的不太知道 現在仍然是這樣 那些數目字還未說 但如果你看看數目字 人口當然是安大陸省最多 有一點更多的 它是佔了所有國際學生 加拿大收的過半 所以如果影響 就會影響很多 這次在前幾個 無論是電話號碼 或者我在Facebook 那些留言 很惆悵 因為有很多 打算搭尾班車 預算了Stream A 打算在這個2024年 9月可以入學 這幾個月就申請 如果9月入到2024年 你讀兩年 那就剛剛可以在2026年的8月尾 截止Stream A 沒有了 Stream A之前 剛剛可以最尾班車申請 現在忽然間大轉變 很多人 籌象籌象 打亂了 大罵這個政府 這個實在是沒得罵的 為什麼呢 政府的事情 是看看那時候的環境是怎樣 那你在前幾年 三年多前 又說Stream A 又說成開始的時候 已經是有這個疫情 所以在那裡拖拖了下去 不得已 還有呢 有很多的國際學生 我現在不是說這個 香港Stream A 是全世界來說 都有很多的 年輕一些也好 申請來加拿大想讀書 實在呢 他們和香港人的想法 雖然他們是沒有香港Pathway 但是他們的想法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在那裡讀幾年書 兩年到四年 讀完之後呢 有個Postgraduate Working Permit 可以再做你三年 繼續可以申請永久居民 很快就搞定了 這個呢 不只是香港人 香港人實在是更快手的 好事啊 這個益了香港人 但是其他 尤其是印度的呢 他們是很多的 那就是不要因為 他們很多是印度 如果大家是在 尤其是在這個 近住Toronto 或者在Vancouver 近住Vancouver 不說哪個地區 那真的很多印籍的學生 那你也都要想 那跟香港人一樣 雖然那個政治情況 不是一樣的 但是呢 就是為何那麼多 年輕人要走呢 那他們的原因呢 都是因為他們的生活環境 就業環境、經濟環境 是不要 或者很不理想 他們呢 才用了中國大陸的一個字 叫Yun才走 那我首先 因為現在印度 差不多四十幾個百分之 的外國學生 都是有印籍的 那麼 在這裏來說 為甚麼呢 如果 你看一下這個情況 就是 現在印度的執政黨 是搞這個民族主義 那個國家都有民族主義的 我那個種族 我那個國家 當然是最威風的 那麼它這個不單止 只是民族主義的 它是炒了一碟 是跟這個宗教是有關的 那就是 總之 民族主義 夾在這個宗教 做包裝的話 這一鑊就一定結的了 那麼 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 木迪 那麼特地 就走去一個 印度廟那裏做開光 那麼那個印度廟是怎樣 因為以前是回教的 清真寺 那麼 退林 這個以前 五百六百年前 是印度教的神 即是神聖地方 當我們要建這個印度廟 他就拿來建 那些回教徒都是印度人來的 但是不行 我信教 就好過你信教 所以 所以 這個 這個 衝突 當然 容易 拿票 那麼 那麼 也都可以說 因為 現在 無論世界的經濟是怎樣 印度是得益的 那麼 他也都 即是 穆迪呢 也都是 懂得 選哪一站 哪個有好處呢 他就選那邊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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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那麼 因到來說 那麼 他的 受歡迎程度 就很高 但是 受歡迎 搞這個 民粹 是一回事 但是 尤其是 是 年輕的 就 該會 我管你什麼教都好 那麼 你說 那一班 民族主義 印度教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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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法旗 又 他們那些 那些 那 但是 始終 他們的 青年 失業率 是二十幾% 所以 很多 印度 的 年輕一些 都會走 所以 這裡的 國際學生 的人數 很多 好了 搞到 現在 加拿大 就要 殺債 要殺停 即是 洗慢車 不停都要 走慢一點 這樣 這樣來講 這個對加拿大 很多 快餐業 好 什麼都好 都是會有問題 那 誰知道 啊 現在 就 央及辭 你 不可以 只是說 喂 我不讓某一個國家的人來 你內部可以這樣做 但是 公開 當然不行了 那 所以 限制 所以 公司的 OWP 什麼都要斬 不行了 這樣的時候 這一段 就燒賣 很多 現在 香港 打算 坐 尾班車 最後一班船 任你怎麼說 這一班 的人的計劃 那 那 那 不可以是怪這個加拿大政府 因為很多條片 以前說過 真的 加拿大政府是 即是沒有欠理的 那 但是 現在這樣的情況 他不是這樣做 就 真是 如果你在 加拿大 尤其是大一些的城市 溫高華多人多住 都知道 是 真的 找屋住 是很困難的 這些 這些 年代的 問題 是很多的 那 好吧 那 但是 也有一件事 就是說 我剛才說的 真的 不要說 你是很聰明的 是 我知道 自己 當然是說自己 那個國家 自己來的地方 自己的文化 當然是比別人厲害 但是 怎樣說都好 都要 即是 英文有一句 In Rome Do what the Romans do 即是 在這個廣東話裡 有一句叫做 入鄉除族 那 即是 不是說一定要 說 要順復在別人那邊 但是 你都要知道 你現在是去了別人的國家 或者是打算去別人的國家 那你就要遵守 那一個國家的法律 那這一個的原則 就真的要大家很清楚 如果不是 在這裡就格格不入 那一格格不入 你又 唉 整天好像別人欠了你的 別人是壞 這些英文的溝通 又不行的時候 這樣的時候 就爭吵 不單止 即是 你又整天都說 別人歧視 歧視 歧視你 這樣 但是不是 有時候 沒錯 這裡有很多壞人 我都碰過不少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 那些不是真的歧視 有時候 如果是自己的 唉 你可以說 無知也好 自己的 是 固執也好 自己的 是 什麼都好 作出個款的時候 如果人家 是真的不明白你 或者你是想一邊 有時候 在人家的眼中 你是很討厭的 沒錯 在你的眼中 這裡的白人 什麼人都很討厭的 他們都歧視我 那 未必的 雖人是有 但是呢 也都是要看下自己 那個的行為是怎樣 這樣 如果 不是 碰灰的 始終 都是自己 因為 你現在 是在另外一個國家住 你要欣賞 或者是 學會另外一個國家的文化 這個呢 是要欠去一些 唉 我們都知道 香港人很聰明 什麼什麼人 當然是說自己很聰明 但是呢 有時候 真的學一下東西 是不會吃虧的 有很多東西 就不可以用回 你在以前某某地方 用 習慣 那些這樣的原則 還有呢 跟別人說話的時候 或者聽話的時候 就要懂得怎樣 知道別人是說什麼 還有 用的詞語呢 不是說 唉 好像英文考試那樣 因為呢 英文 我們學英文 有時候 學的東西 沒錯 那些字是這樣解 就是在字典那裡 但是用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 不可以這樣用的 用錯了的字 雖然解釋 你查字典 可能是一樣的 但是呢 你用一個不同的字呢 那個語氣呢 就會可能 會變了很多 你真是冒犯了人 激怒了人 都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個呢 就很難說了 人家就看你呢 就 嘩 你這款 好了 還有一件事 有一些 這裡呢 有 唉 你都知道了 有左有右 那些人 但是 有一些呢 是真是 很麻煩的 這一個呢 我會在 再幾個的 影片那裡 會繼續說